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624章 天性也 虽是觉得匪夷所思 可刘健却深知事关重大 任何一个来自贵州的奏保都不可怠慢 更何况还是平息后亲自送来的消息 刘健伸手说 取来 奏书送至刘健案件 刘健忙着取来看 这一看 眼睛却都直了 刘健倒吸一口凉气 这奏书在他眼底下 看了一遍又一遍 谢奸急了 刘健到底如何了 刘健没反应 谢奸又说 刘健 出了什么事吗 其他主人 也是一个一个忧心忡忡地看着刘健 刘健 刘健力来稳住 现突然失色一定有缘故啊 难道 真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吗 刘健努力使自己呼吸均匀一些 脸色苍白 抬头说 这封奏书 确实平息侯所说嘛 内阁之中 落针可闻 刘健继续说 平息侯的异病已治愈了 许多人脸色一松 这是喜事 平息侯镇守贵州 一旦出事 难免令朝廷担忧 现在他痊愈了 有什么不好啊 不过张生却一脸的呼吟 不对啊 此前听说 平息侯重病 这疫病一旦加重 几乎是九死一生 根本就扛不过去的 平息侯怎么会病情加重之后 又神奇的痊愈了呢 老夫有一句话 不知该说不该说 这一切 怎么都像是苦肉计啊 老夫甚至怀疑 平息侯根本没有染上异病 之所以报病 或许是因为 公主殿下下架之时 又或者 是想要显现忠义 这是仗人耳目的细法 此言也出 有人不以为然 认为张生的想法过于阴暗 也有人若有所思 这还真是有可能 否则病重之后 转眼之间 又活蹦乱跳 这怎么解释 刘剑摇头 哭笑着 不 张不堂所言 实事诛心 有些小人之心 躲君子之腹了 张不堂 痊愈的人 不只是平息侯 而是受败上千个 病重的将士 什么 张生等人脸色变了 刘公的意思是 这疫病 竟是可以根治 是的 刘剑瞬间 眉飞色舞起来 老夫所震惊的 就是如此 数败上千年来 西南乃至东南 瘧疾之症 无药可医 每一次发作 都是死伤无数 不知多少军民 死于非命 朝廷将此 当作是天灾处置 所能做的 只是在疫病发生之后 严防死守 免得天灾之后 发生人祸 可是现在 竟有神药 可以将此病根除 你们说 这是何等的大功德呀 李东阳 马文生等人大喜 这是哪里来的药啊 刘剑 一字一句地说 方济凡 所有人沉默了 方济凡这家伙 到底肚子里 藏了多少东西啊 这家伙 能让太子 枯树生枝 能割下陛下的腰子 还能使陛下 活蹦乱跳 可现在 这家伙 居然 哎呀 谢倩激动地说 这岂不是 活人无数吗 对呀 是活人无数 刘剑很是感慨 他对方济凡 没有恶意 毕竟自己的儿子 现在就是 方济凡的根屁虫 现在已高中状元 入了汉林 可从汉林院下了职 还是不招架 成天地往西山书院跑 在西山书院 学习新学的经事之处 一年到头 也见不着一回人 刘洁是有妻子的 还有一对儿女 可这老夫不管 妻儿也不管 成天如痴如醉 还真是将方济凡当爹了 可对于方济凡 刘剑又有佩服 这家伙还真是活人无数 刘剑挑眉 激动地说 贵州的灾情 已经开始缓解 方济凡自称 这一病 那是通过蚊虫传播 因而各位都在灭闻 果然这几日 极少才出现新的病患了 他的药 对重症有奇效 贵州上下 已经安定下来 除此之外 云南广西驻地 也已派了人 传授这救治之法 总而言之啊 朝廷的心腹大患 算是解除了 还真是列祖列宗庇护 朝廷有幸啊 内阁里 上下人等 剧都常常松了口气 甚至人群里 有人发出一个声音 哦耶 众人朝声音员看过去 就是不太亲眼的 汉林大学士 沈文激动之下 忍不住发出的声音 见许多眼镜 落到自己身上 沈文这才醒悟过来 连夜红 蒙解释出 这是吴子 那吴尔那儿学来的 他说 欧夜乃高兴之一 把证是全子 自方济帆那儿学来的 原来如此 内阁里又陷入了沉默 谢迁乃是比出一个 剪刀守护 学着沈文的样子 欧夜 众人心里高兴啊 这欧夜啥意思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表达大家内心的喜悦 谢勤做出表顺 其他人也纷纷 比着剪刀守 这大明核心的众臣们 居然也当一回 弄朝儿了 有人大笑 笑的那是王敖 王敖 激动的说 陛下呢 陛下在哪啊 这样大的事 理应揍包陛下 众人醒悟过来 也不欧夜了 这欧夜虽新奇 却似乎显得不太庄重 对啊 走 去暖客 众臣捋起袖子 跃跃欲试着 可命人通报 预备觐见 却又宦官来 说是陛下威服去了西山 众臣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刘建意识到了什么 平息后病重 陛下赶念他的忠义 念起他的儿子方济帆 向来威服 却坦试 抚慰了 李东阳现在犹豫 若如此 邪前主动请应 老夫去西山奏报吧 马温生说 我也愿跑一趟 他这兵部尚书最没字 明明未及人臣 执掌一步 偏偏食运不太好 总是被人嫌弃 以至于他底气都不足了 说话都小心翼翼 生怕引起围攻了 偷去 看着一个个跃跃欲试的人 刘建当机立断 现在左右无视 心中大使也落地了 不妨偷去 好 西山 镇国府 诸侯赵在这里 已三天没有洗澡了 方济帆认为 攻伐安南已经成熟 一下子勾起诸侯赵的兴趣 诸侯赵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满脑子都是应对安南的策略 那这漏风漏雨的镇国府 如宝贝一般 挂着十几方大印的诸侯赵 又开始爬在大桌子上 这桌上是一幅巨大的鱼图 向来只有诸侯赵伪造别人 这一次吃了血魁 居然被某人伪造镇国府的赵令 诸侯赵格外小心 现在采取新的防伪标识 那便是造十二枚印 每一枚印都需对照不同的日期 方能生效 也就是说 每一方带有不同的方位标志的印章 若是不同的方位印章 与日期对不上 便算是伪照 虽然这玩意儿很高深 然而是并没什么乱用 因为太高级 传送公文去各衙门 人家也没办法辨认 因而只能作为自娱自乐的用途了 只是这十几方镇国公印挂在腰上 叮叮当当碰撞发出响动 却令方济凡很是烦躁 方济凡面上虽是没心没肺 心中却还挂念着疫情的事情 奎宁是否有效 副作用会不会太大 又或者自己的爹 压根儿没熬住 这种种疑问都悬在他的心里 说不担心这是假的 可担心也没用啊 自己不可能去贵州 若是去了 方济凡可以保证 躺在病榻上的方警龙 前自己范贤跑来疫区 第一时间 即便没有病死 要被气死了 没有法子 与些这样担心 那就不要让自己空闲下来 一旦空闲下来 就难免胡思乱想 于是乎 索性陪着太子诸侯赵在发疯 没日没夜地和诸侯赵制定方略 诸侯赵眼睛已经熬红了 披头散发 他这个人 事情要么不做 一旦要做便专心致志 茶饭不思 方济凡心里有心事 陪着大舅哥 一夜趴在这鱼图上头 二人认真地端详这鱼图里 每一个地点 显然 无论是诸侯赵 还是方济凡 做思虑的 都是想玩一票大的 既然要打 那就往死里打 打到对方三千年 都没有反抗的心思 鱼图上 有几枚妻子 妻子代表了郑国府 所能动用的力量 却在此时 二人并没注意到 洪志皇帝 已和欧阳志 捏手捏脚的进来了 门口虽有人守卫 可他们一见天子亲脸 却遭以下的面无血色 洪志皇帝压了压手 这些守卫 便连呼吸都停止了 洪志皇帝的眼睛 依旧还发红 心中颇为感伤 这一路来 与其说是来抚慰 方济帆这周一之后 不如说是来缅怀 平息吼的 他背着手 没有作声 看着两个 趴在鱼图上的小混蛋 嘶牙 都是皮头散发 眼里布满血丝 一脸疲倦之色 洪志皇帝 轻轻地吸了吸鼻子 你妹 方济帆突然一拍脑门 大声叫了起来 诸侯赵一听妹子 立即激动 你再骂我妹试试看 方济帆服软了 殿下 臣的意思是 臣有主意了 诸侯赵眯着眼睛 双目依旧盯着鱼图 却说 本宫却也有主意了 不方本宫来说 且看看 我们是否不谋而合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四季